据中国国防报报道 今年1月9号 太空军利用天机红外预警系统 准确监测到了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的弹道导弹 可以看作是太空军组建后的首次作战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 伊朗方面声称 向位于伊拉克的两处美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 但由于美军提前预警 并未造成人员死亡 3月13号 美国太空军的太空与导弹系统中心宣布 一种可以暂时瘫痪敌方卫星传输的地面通信干扰器 已交付位于科罗拉多州彼得森空军基地的第四太空控制中队 这是美国太空军手套曝光的进攻型装备 除此之外 美国太空军还在积极研究论证天机传感器 天机拦截器及粒子树武器 美军X37B空天飞机也计划2020年间进行第六次发射 值得注意的是 美军还在积极谋划太空军事联盟 2019年9月 时任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的约翰·雷蒙德 参加美国空军协会的年度会议室暗示 美国欲与五眼联盟国家打造太空联盟小圈子 主导制定太空活动的游戏规则 在美国的推波助澜下 全球掀起太空军事化浪潮 法国、日本、印度等国 纷纷出台组建太空军事力量的计划 大线 感谢观看